12月8号越来越有趣的我们乃圆 也是带着自己手绘的未来世界漫画 可以放空的老阿姨们发下午茶小福利了 灵感来了挡也挡不住 2030年有一个小孩叫袁小圆 他的一天是这样的 漫画中这位袁小圆小朋友除了正常的上学外 还可以乘坐小飞船 可以磕间勤勤水看看海底世界 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同学打篮球玩耍 然后晚上回家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 能画出如此美好一天的我们圆哥 真是一个善良纯质的男孩之人 他随后还称 希望20年后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开开心心上学堂 获得很优质的教育 而这也是暖心的我们天龙哥 在积极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活动 畅想2030年一个温柔的世界呢 芒果老新闻 虽然话机好评 但本老还是想问一下我们原载 你是在提前预告2030年 自己的儿子都在上小学了吗 报答